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列诺还是那个David赫尔德 他就把文艺复兴时期的共和主义 共和主义的传统 明确地分成有两个共和主义流派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发展式的共和主义 另一个是保护式的共和主义 那么从广泛的意义上来看 发展型的共和主义理论家 他们强调是什么 强调参与对作为人的 公民发展的内在价值 政治参与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作为人的公民 表达了他的内在价值 而保护性的共和主义理论家 是强调他对于保护公民的目标和目的 即公民具有人身自由 公民具有一定的参与权 那么这里就分两种 一种发展性的共和主义 关心的是什么呢 关心的是他把政治参与和城邦的 内在价值用作自我实现的手段 因为人的政治参与呢 是美好生活的必要的组织的 必要的组成内容 那么与此相反呢 保护性的共和主义强调的是 如果仅仅依靠什么是主要集团的政治参与 无论这个集团是人民 是贵族还是君主 公民的美德面对腐败 都是相当懒弱无力的 因此呢 那个保护性的共和主义理论家强调 的是什么呢 强调的就是要想实现全体公民的人身自由 保障这种自由 公民参与 集体决策 对全体公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就重大事情必须由公民来解决 那么与此相类似的呢 还有在学术界广泛流行的 美国学者的两个学者之争论 美国有个学者叫波考克 波考克还有一个学者叫汉斯巴伦 这两个人呢提出一种理论 他们提出的一种共和制度 就叫马基亚威力士的共民概念 还有呢 和英国一个学者叫斯金娜 所发现的西塞罗斯的 之间的争论 波考克和汉斯巴伦 他们所提出的共民概念呢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要求建立一种在法和正义之下的 共民共和国 而那个英国学者 斯金娜所说的呢 却是一种以为呢 公民的那种道德性 公民的德性呢 却能够在一个公正的君主之下 得以实现 所以这一段是比较难以理解 但是我们还是想得清楚 一个呢就找个开明君主 这个开明君主呢 是代表民意的 那么在他手里建立一种共和体制 但是美国的那个波考克认为 和汉斯巴伦认为 这是不可能的 他们认为真正的公民参与 他不可能在一个世袭君主的模式上 得以实现 所以呢 世袭君主制和公民参与 是相对立的 因此呢 他们就提出一种叫马基尔维尔斯的公民概念 而英国学者呢 那个很有名的学者叫斯金兰 他就认为 提出一种叫西塞罗的公民概念 西塞罗我们知道 是罗马时期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治人物 他的演说很好 也写过很多书 他提出的一种公民模式呢 就是要求呢 在一个什么君主的 公正的君主制的领导下 来实现人民的一些要求 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尽管啊 上述的研究啊 经过了检验 并且在古典主义与文艺复兴的框架基础上 有所发展 但是很清楚的是呢 有许多问题 仍然没有弄清楚 具体来说 一个就是公民参与的目标是什么 预计说公民参与的目标 就是要复兴古代的一些政治传统 还不如说公民的参与目标 是要建立一个符合民意的近代国家 就是自由的公民共和国 这两者不弄清楚呢 你就会把文艺复兴看成是单纯的复古 而没有看到文艺复兴是一种建立 符合民意的公民的自由共和国 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要弄清楚 我们得知呢 在文艺复兴时期 公民参与的特点呢 它是变化的 它可以从一个特定的时期 来分阶段的来联系 与政治学家不同啊 历史学家要做事情呢 他看到的事情是有阶段性的 因此呢 公民参与的演变呢 就必须看到 为什么他们是相为演变呢 看到呢 它是对危机的一种反应 它是分阶段性的 只有把公民参与思想的变化 和历史的事实 真实的背景结合起来考察 我们才能够了解 在三百年的文艺复兴中啊 公民的政治思想呢 是发生变化的 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那么这样一然呢 我就认为 那个意大利政治思想的变化 文艺复兴时期 公民参与思想的变化 大致是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期 也出现过三种不同的模式 我们说像第一时期 就是1300年到1375年啊 这一段时期啊 它是第一时期 遇使相对应的特点呢 是提出一种 提上美德 提上德制 提出建立德制社会的要求 这是公民参与思想的主要的部分 第一阶段 75年 第二阶段呢 是从1375年到1450年 这大概是70 也是75年 对吧 也是75年 这是它的第二个时期 它的特点是提倡公共利益 要求建立自由的公民共和国 那么从1450年到1350年 这大概是80年的时期 这80年为它的第三时期 那个时期啊 君主制已经在欧洲 取得了支配地位 那个时候就出现了 马加尾的君主论那样的著作 所以呢 这里我们所说的 道德政治论 自由公民论和君主论 这三种形式呢 虽然各个不同啊 但是呢 都属于公民参政思想的范畴 这三种形式的出现 恰恰符合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生期 发展期和转向期的特点 或者我们说符合了早期的 中期的和晚期的特点 所以我们这个课呢 就要根据这个时期的变化呢 来分析公民思想参政的变化 以便了解当时的民众的政治意识 政治要求和对政治设计 究竟是做了什么样的思考 发展出什么样的模型 这样呢 我们就来谈第一个问题 我们要谈的 今天谈的第一个问题呢 叫做公民参政的历史背景 我们知道啊 在14世纪的意大利 市民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 这要归功与成邦呢 已经获得了两项胜利 第一项胜利呢 就是成邦比较独立 它解除了外部的封建贵族 对成邦的控制 因为假如你一个城邦 一个城市 它是外面有个领主 控制着的 那它不能独立 所以我们说呢 在14世纪意大利呢 有些城邦里面呢 它内部已经独立了 外部呢 没有封建主呢 对它进行干涉 第二 就击败了封建贵族 对于成邦内部的控制 实行了城邦的自治 按照英国历史学家啊 那个斯金娜的解释啊 自由这个词 在文艺复兴时期 指的就是独立 和共和自治 所以我们讲第一个问题啊 公民参政历史背景呢 我们首先就要讲什么 讲它的独立 和它的自治 这种理解呢 是非常对的 因为在意大利的城邦呢 它也是通过斗争 摆脱了封建领主的约束 然后才发展为独立 自治的自由城邦的 按照美国一个历史学家 马丁尼的说法呢 地理位置2万 至5万以上的城市人口 第一个是地理位置 第二个人口呢 2万5 至10万以上的 城市人口 强有力的资产阶级 还有一个被打垮了的 击败了的贵族 还有呢 已经成为工商业城邦 这么一些特征啊 和建立共和 这些特征呢 就成了我们建立 共和城邦的基础 这是因为啊 我们一个城邦中 绝大多数十年呢 都是自由民 而那个时期的资产阶级呢 也还是属于人民这个范畴 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呢 意大利的城邦 可以说是人民的城邦 意大利的公民呢 也因此有了 比欧洲其他地区 更加优越的参政的条件 那么市民为什么会强大呢 因为意大利是搞工商业的 市民有一些特征 他的人生是自由的 不是农奴 他们呢 经营的是工商业 他们主要是经营 这些银行家 资本家 双人手工业的身份呢 来从事各种双业 手工业有关的工作 比如我们根据一个历史的记载啊 在福洛伦沙 这些近郊 它的郊区呢 那个在 那个时期啊 文艺复兴的时期啊 一共有110个教堂 修道院和宗教组织 修道院也好 教堂也好 110个 它包括了五十几个教区 它还有五个男女和修的大修道院 它还有24个女 女修道院 一共有多少修女呢 五百多人 还有十个圣旅会 三十个教会的医院 三十个教会医院 共有一千多张病床 还有250个 至300个牧师 在弗洛伦在尼龙商会 管理下的工厂 多达三百多个 在1346年时呢 下降为两百多个 即便这样 在两百多个工厂 共生产七千至八千匹尼龙 总价值要到120万 那个佛罗林 佛罗林是意大利的一种金币 约有三万人 是依靠尼龙液维持生机的 那个佛罗林在这个城啊 它进出口 其他部闭的双汇有二十多个 每个双汇 每年呢 直接经手的部批呢 部呢 有一万多批 价值有三十多万 佛罗林 这些部呢 都在佛罗伦沙 销售 还没有包过 那些在佛罗伦沙 转销的部批 佛罗伦沙人口中 有八四个注册律师 有六百个公证人 还有六十几个医生 包括外科 还有呢 那个外科医生 还有几百个香料双人 那么其中 其他的各种双人呢 是不计其数的 大约有三百多个佛罗伦沙双人呢 是在 外邦 经刷 就是他们不是住在佛罗伦沙 跑到别的地方去经刷 佛罗伦沙一共有146个面包房 你看就这么点人 就这么点人 十万人口也不造 但是有那么多人 那么多的行业 这样情况下 市民怎么会不强呢 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呢 意大利的公民的力量也很强 公民是什么 公民和市民不能花等号 公民是从市民里面 优选出来的一部分人 他们和市民的区别呢 就在于他们有一个叫公民的身份 因为公民的身份呢 只给那些对城邦做出贡献的重要人物 而且主要是给男的 不给女性 我们以14世纪的佛罗伦沙为例 14世纪佛罗伦沙多少人口啊 9万人口 在9万人口里面 有25000个男性被授予了公民权 可以佩戴武器 可见公民呢还是很多的 9万人里面有25000人 而女性一般是被剥夺公民权的 那么也说假如男女比例是正常的话呢 那么9万人口里面应该只有4万多 4万到5万的男性 那么在4万到5万的男性里面 有2万多名男性被授予了公民权 也就是男性里面占一半 是被授予了公民权 可就公民权这个东西 在佛罗伦沙是被很广泛的推广了的 他们的标志之一 就是可以佩戴武器 被个剑啊什么的 那么在这个25000名里面呢 有1500个是贵族和党论过公职的权贵 还有75名歧视 在建立民众的政府之前呢 这个佛罗伦沙还有250名歧视 那么人民政府 民众的政府建立以后呢 政府官员呢 就不再授予别人的歧视称号 导致了歧视的人数 从250名降到了 降到了多少 降到70多名 所以公民呢 是指被授予了公民资格的市民 只有这些人才能参与政治 那么在16世纪以前啊 国际贸易手工业发展和地产的占有呢 也为公民资格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背景 与产业有关的专业人士 比如说律师啊 法官啊 那么成为城邦中地位很高的人 他们的这种地位呢 有时还要超过小贵族 那么在一些城邦里 因为拥有富裕的 因为家庭比较富裕 或者党人政府的公职 那么他们也参与政治 公正人也是市民的上层 他们也备受于公民权 还有一些人呢 他受过教育 受过专业训练 财富比较多 这些都是平板 能不能当公民的一个标准 所以公民是什么呢 公民是由律师 政府官员 医生 知识分子 和一些富裕人士 还包括一些旧贵族 组成的一个市民上层的 这么一个社会团体 他们之下呢 就是双人 师父 帮工 学徒 也包括其他的市民 或者城市无参政 市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呢 他就为公民参政呢 提供了一种社会支持 因为市民啊 平民啊 他要反对贵族 怎么反对呢 那种反对贵族的斗争呢 就首先是围绕着 市民呢 争取贤举权 这种形式而出现的 因为城市里的仪会 还有政府 它主要掌握在 城市贤贵家族手里 这些城市贤贵啊 有的出生于旧贵族 有的呢 则是城里通过贸易 而支付的新贵族 正是这些人 剥夺了城市平民的贤举权 英国的那个历史学家 斯金娜告诉我们啊 发难的形式 就是在原来的仪会之外 在建立一个平民仪会 为首者就是平民自己 选出一个人来 叫做平民仪会的议长 这样一种新机构成立以后呢 就必然就对传统的市政官呢 进行挑战 他的目的就是废除 以往的市政官 以往的市政官 是由城市中的豪富 城市中的显贵 提名产生的 那么现在平民自己搞个议会 这样呢 就可以否定 城市的官员 由城市显贵来选举 来提名这样做法 这种平民会议啊 很快就在意大利兴起 然后在卢卡 在佛罗伦沙 在有个城邦叫做西亚娜 都建立了这样的平民会议 并且开展了 驱逐贵族的活动 你比如说 1287年 在一个城邦叫做 西内娜的 那个平民会议 就从该城 从市政官手里夺权 然后自己掌权 驱逐了许多贵族 甚至建立了 九个长老的委员会 那个委员会呢 是最最重要的九个人 九长官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一直延续到 1355年的双人寡头 整体开始 结束 那么佛罗伦沙的情况 一直类似的 比方说1282年 佛罗伦沙以平民为基础 的白一派 设法驱逐了 权贵的黑一派 黑一派是 教皇党里的两种派别 并且在1293年呢 建立了一种 有计划将贵族排除在外的 一种政治体制 1293年起呢 贵族的统治被推翻了 结果呢就由 航会 建立了航会的民主政权 那么行政机构呢 由六名学执政官来担任 比方说著名的诗人 但丁 他也曾经当过 佛罗伦沙六名执政官的 之一 但执政官任期是很短的 任期两个月 过了两个月就要改选 那么这样一来呢 那个城市呢 就被航会的首领掌权了 在那个佛罗伦沙呢 他有几个大的航会 一个是羊毛霜航会 丝绸叶航会 尼龙长组航会 皮毛霜 还有些钱庄 还有律师和医生 和药剂师 七大行会 那么这些行会的首领呢 被称为肥人 那么 那个民主政府呢 还不准贵族去担任行政官 在1293年颁布了一部法典 叫做正义法规 它是规这么规定的 它说规定呢 你没有参加实际工作的那些人呢 一律不得担任公职 这就严格限制了贵族的参与政治的权利 到了1295年 对法规呢 进行修订 规定了 什么呢 规定非豪门的贵族 只要加入一种行会 允许他们担任公职 比如说出生小贵族的淡丁 为了参与政治活动 他就加入了医师和药剂师的行会 好 我们暂时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